这款车总是从颜值上来看 确实很有竞争力 而且前头来讲 回归了意大利阿福利利亚三灯的设计 它前面的强制进气孔 虽然既然做成这种蜂窝状的 但是没有一个强制进气的 这个挺可惜的 当然如果以后出高性能版 出这个WR版 把这个打开 我觉得它的动力还可以进一步的增长 它的离合器感受了一下 还可以 不算沉 但是呢 并没有可调的功能 离合手把没有可调 然后呢 制动手把也不能调 前面是一个仪表 仪表的显示范围呢 还好 我觉得这跟阿福利利亚RXV4那款 整个设计啊 现在都看齐了 但有一些地方 你看这块 这个是已经割开的线皮 之前是没有的 有可能是它这个试驾车造成的 然后手把上的按钮来讲呢 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 一个做工细节 然后这是它的前面的减震 是不会调节的 然后做工细节来讲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国产车的一个水平吧 我觉得跟进口车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 颜值呢 就不用讲了 确实很漂亮 发动机呢 也是来自于宗身阿福利利亚自己来研发的一款发动机 最大的功率呢 是20.5千瓦 在9千转的时候产生 最大扭矩呢 是21.5牛米 在7500转的时候产生 车重158公斤 然后它的售价呢 26800 我觉得后轮胎有点不协调 这个后胎130的胎 相对比较窄啊 相对比较窄 如果再宽一点 对这整车的颜值提升 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座高来讲呢 我觉得不低 它们的参数表 我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座高 它前面有一个收窄设计 我身高呢 是1米78 坐上去以后 全脚掌着地 应该是在 我觉得815 815 820的这个样子 如果使这个车来代步的话呢 我觉得会 可能会比较辛苦 因为它整个骑行姿态呢 会比较战动 而且发动机的震动这一块呢 我觉得也是 有待我们去测试啊 后续有机会 我们把这个车 骑到路上 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体验报告 感谢观看